中式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祥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非理性繁荣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投资股票的经历 在股票市场中 经常会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短短几年间 股票市场一飞冲天 随后又一泻千里 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遭受严重萧条 无数财富灰飞湮灭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资产价格 为何会波动 有哪些因素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看起来就掌握了投资的财富密码 这一问题也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传统金融学将有效市场假说 作为理论基石之一 其出发点是理性人假设 也就是说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经纪人 他们会持续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理性权衡 对股票进行基本面分析 他们经于判断和计算 不会感情用事 也不会盲从 进一步的股票市场反映所有理性人的看法 市场是有效的 是不存在泡沫的 所有股票都能被准确定价 能反映市场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 而信息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股价也是不可预测的 其走势特点被称为随机游走 简而言之 传统理论认为股市不存在定价错误 股价波动完全随机不可预测 但20世纪80年代前后 出现了一系列违反理性人假设的学术研究成果 发现了一月效应 周一效应 小盘股效应等金融市场意向 以一月效应为例 简单来说 就是一月份的股市表现往往好于其他月份 如果市场真的是有效的 股价波动真的是完全随机的 则不应存在这种规律 一年中哪个月份表现最好 应当完全无法预测 面对这些无法被传统金融理论解释的现象 一些学者对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 认为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 会受到人类思维弱点的影响 股市的整体表现也同样会受到影响 必须超越传统视野 从人类心理 认知 情感等角度进行研究 寻找尚未被发现的金融资产价格影响因子 这些学者吸收了心理学 行为学 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形成了新的重要学术流派 也就是行为金融学 比如对于前面的一月效应 行为金融学提出的原因 包括人们为节省税收 往往选择在12月卖出股票 一月再买进 以及将年终奖投入股市的时间多为一月等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作者 罗伯特·席勒 就是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 2013年 他凭借在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 与尤金·法玛和拉尔斯比德·汉森 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本书之外 他的代表作还有动物精神 金融新秩序等 本书标题是《非理性繁荣》 关于这个概念 其实一百多年前就有金融学家曾使用过 但直到1996年 他才首次引起大规模关注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 在一次讲话中 用非理性繁荣来形容当时股票市场中 投资者的状态 市场将其解读为 美联储认为市场处于泡沫中 要采取措施让市场降温 全球股市应声而落 从此 《非理性繁荣》才进入大众视野 成为一个高频词语 《非理性繁荣》这本书 首次出版于2000年 股市当时上涨势头良好 市场乐观情绪高涨 但作者在书中表示 美国股市正处于 《非理性繁荣》的高位 可能很快迎来向下的拐点 不久之后 互联网泡沫宣告破灭 纳斯达克指数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 下跌了将近80% 在2005年出版的第二版中 作者加入了 房地产泡沫的相关内容 结果预言再次应验 一年多后 由房地产泡沫破裂 引发的次贷危机爆发 本书凭借这种先知般的洞见 以及精巧独特的思想体系 和推理过程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纽约时报评论说 席勒先生像是一位 洞悉华尔街的先知 他的理论为不断蔓延的 股票市场的不安 提供了及时而合理的解释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 为你讲述 非理性繁荣的形成原因 分别是 非理性繁荣形成的结构因素 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由于股票市场是本书分析的重点 也是我们普通投资者 最熟悉的投资品种之一 因此我接下来的讲解 也主要是关于股市的 我们先来直观地感受一下 非理性繁荣 作者研究了标准普尔指数 在1871年1月至2014年6月 之间的历史走势 在将近150年的时间里 美国股市共经历了五次大的繁荣 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9年 1929年的标普指数 相较1920年增长了5.2倍 第二次是1949年至1968年的 二战后繁荣 股市增长了5.1倍 第三次是1982年至2000年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暴涨 被称为千玺繁荣 股市增长了7.7倍 第四次是2003年至2007年 股市增长1.5倍 最终以全球性金融危机结束 第五次是2009年至2014年的 金融危机后繁荣 股市增长2.3倍 作者指出 有些时期的股市繁荣 是建立在经济增长 企业利润增加的基础之上的 但有些时期并不是 比如1994年至2000年之间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到40% 企业利润增长不到60% 但同期的标普指数从400多点涨到了1300多点 显然这样巨大的涨幅无法用宏观经济或者企业经营增长进行合理解释 作者称之为无惧可依 这种无法用基本面解释的股市快速增长就可以被称为非理性繁荣 作者将非理性繁荣的成因归纳为结构因素 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部分 非理性繁荣形成的结构因素 也就是非理性繁荣的形成过程 可以概括为诱发因素加放大机制两个阶段 作者以1982年到2000年的千奇繁荣为例 说明诱发因素 也就是股价最初上涨的诱因 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诱因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 更加轻商的共和党人在政坛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公众相信政府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促进企业利润增长 并保护投资者利益 这一预期也确实应验了 比如1997年最高资本利得税税率 从28%大幅下调至20% 大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其次是经济方面的诱因 人们参与股票投资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的发展 为股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再者是文化方面的诱因 公众相信 二战后的婴儿潮对股市有利好效应 因为这一代人没有经济萧条的可怕记忆 会对投资活动更有信心 以上这些都是千禧繁荣的诱发因素 它们导致了股价的最初上涨 但市场最终达到非理性繁荣的狂欢状态 还需要结构因素的下半段 作者称之为通过反溃环运行的放大机制 反溃环指的是过去的价格上涨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及期望 这些投资者进一步抬升股价 高股价带来的财富幻想又进一步吸引更多投资者 这种循环不断进行下去 最终造成对原始诱发因素的过激反应 作者用庞氏骗局来类比这一过程 庞氏骗局的发明者是查尔斯庞兹 1919年庞兹向人们宣称 参与投资的人将在三个月内得到高达40%的利润 但实际上庞兹并没有进行任何投资 他做的仅仅是把新投资者的钱支付给老投资者 看到真实回报后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被吸引 这场骗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人们把这类利用新投资者的钱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 以制造赚钱假象 进而骗取更多投资的模式 称为庞氏骗局 作者认为 股市的放大效应与庞氏骗局类似 股价的上升就如同骗局中老投资者的财富故事一样 不仅增强了老投资者的信心 同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新投资者入场接盘 持续的暴涨依赖于源源不断的新投资者入场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庞氏骗局 也就是非理性繁荣泡沫 了解了非理性繁荣的形成过程后 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具体原因 第一个具体原因是文化因素 主要包括新时代思想和新闻媒体 什么是新时代思想呢 它是指人们通过一些现象推断未来比过去一定更好的思潮 比如20世纪初股市暴涨的背后是越洋无线电传输 传真机雏形模拟月球旅行等高科技事物的出现 美国人认为高科技时代计算机时代和太空时代近在眼前 再比如20世纪20年代暴涨的背后是一战结束 电气化等技术创新得到广泛推广 电灯 吸尘器 洗衣机等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 大大改变了日常生活 人们相信自己正面临技术革新的崭新世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股市暴涨的背后是肯尼迪经济计划 带给公众的乐观情绪 以及道琼斯指数即将突破一千点引发的乐观情绪 20世纪九十年代暴涨的背后是人们对互联网发展的信心等等 但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可以发现 虽然每一次的新时代思想狂欢各有不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人们当时笃信的新时代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 那么具有变革性 远远不足以推动经济和股市进入真正的新时代 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道琼斯指数即将突破一千点 人们认为这是股票市场发展的里程碑 象征着繁荣光明的前景 引发了公众大量的关注和期待 这种观点乍听上去可能有点滑稽 但作者研究历史新闻报道发现 当时的社会的确被这一事件带来的乐观氛围笼罩着 构成了当时股市繁荣的重要基础 但我们从理性角度来看 指数突破一个整数关口并不代表着什么 更何况当时公众期待的里程碑点位迟迟没有到来 道琼斯指数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真正超过了一千点 再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 二十世纪初的高科技时代和太空时代新思想 二十年代的电器新时代思想和九十年代的互联网 新时代思想 不可否认当时确实存在伟大的技术进步 但站在今天回顾可以发现 当时的新技术发展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真正潜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此外也很难证明高科技互联网这些新事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是否会比之前的铁路电话汽车更大 人们往往会高估生产力进步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 但这些共识思想为何会形成呢 作者认为可能只是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大肆渲染的结果 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书籍和公开发言中 新时代思想共识得以形成 带动投资者全面乐观情绪 推动形成非理性繁荣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讲文化因素的第二点 新闻媒体 作者认为新闻媒体对股市的影响在于控制公众注意力 也就是人们会更多关注媒体报道的积极或消极因素 并对股市产生相应的乐观或悲观的态度 书中举了日本神户大地震的例子 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了7.2级大地震 地震发生后日本股市当天只是轻微下跌 然而地震发生10天后 在没有任何新的负面事件出现的情况下 日经指数突然大跌5.6% 为什么金融市场会做出如此迟缓但剧烈的反应呢 作者认为地震刚发生时 投资者的看法相对理性 但地震发生后 新闻报道不断强调地震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并开始讨论其他可能的灾难情形 比如日本首都东京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等 相关新闻不断积累 让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的放在地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上 并产生悲观心态 导致股市像突然反应过来一样 出现莫名其妙的暴跌 因此当代媒体文化足以影响人们的判断 也足以推动人们形成对股市前景看法的共识 市场不好时推动投资者更加悲观 市场向好时推动投资者更加乐观 导致非理性繁荣的出现 介绍完新时代思想和媒体文化这两个文化因素 下面我们来讲第三部分内容 也就是心理因素 将目光聚焦在更加微观的个人层面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非理性繁荣出现的原因 主要包括锚定效应 过度自信和直觉判断 以及从众效应 我们先来讲锚定效应 简单来说 锚定效应就是当人们对一个未知事物做判断时 常常会找一个已知事物作为参照 以此为标准 再对未知事物做出评估 作者将古试中的锚定效应 分为数量锚和道德锚 数量锚相对好理解 我们用幸运轮盘实验进行说明 实验轮盘上有1到100的数字 研究人员会先转动轮盘 使其停留在一个随机数字上 被试者会看到这一结果 接下来研究人员会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比如联合国中有多少个非洲国家之类的 实验结果表明 尽管每个人都知道 前面轮盘转动得出的数字是随机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人们的回答 还是会受到轮盘结果的巨大影响 如果轮盘停留在10 被试者答案的平均值为25 而如果轮盘停留在65 平均值就会变成45 这说明人们倾向于将最可得的数字 作为一个基准的参照物 在股市中也有这种数量毛的存在 就是人们认为股市应该达到的水平 并以此为标准衡量股市定价过高还是过低 进一步做出买入或卖出的决定 在股市中最容易得到的参照物就是历史价格和走势 如果股价一路走高 投资者会形成简单直接的集体共识 相信会继续上涨 很少有人觉得自己会变成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一棒 于是股价被越推越高 导致非理性繁荣出现 第二个心理毛是道德毛 道德毛本质是一种权衡 权衡的是要把财富中的多少比例投向股市 这个概念比较抽象 书中举了一个极端例子 如果股市大涨 许多投资者都变成了账面上的百万富翁 那么你认为这些人是会继续持有股票 还是会卖出股票 过上富足的生活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除非有着对股票超级坚定的信念 应该都会选择落袋为安 减少投向股市的财富比例 如果这种选择变成了共识 带来的就是大量卖盘和股市的快速下挫 作者总结 只有在人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 不去消费心境获得的财富时 股市才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可以看出道德毛对股市同样有着直接影响 那么人们的道德毛又是被什么影响和决定的呢 作者告诉我们 影响道德毛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好故事就足够了 这种现象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广泛适用的心理学基础 就是人们喜欢为决策找出一个简单 有直接的原因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证明了这种效应的存在 在实验中 研究人员给出两个选项 描述的是儿童监护人的不同特征 选项一是收入一般 健康一般 工作时间适中 与孩子相处良好 社交生活稳定 选项二是 收入超过平均水平 健康问题较少 大量的出差 能够与孩子建立非常融洽的关系 社交生活非常活跃 可以看出选项二刻画特征更为详细 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 研究人员将被试者分为两组 要求他们面对同样的选项回答相反的问题 分别是你愿意把孩子交给哪组监护人 和你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哪组监护人 有趣的是 虽然问题相反 却得到了一致的答案分布 两组中选择选项二 也就是对特征的刻画较为突出的选项的人都占了大多数 可以看到在这个实验中 被试者进行选择时 并不会严谨地分析 在照顾而同时 是富有但忙碌的人更有优势 还是经济一般但生活稳定的人更有优势 如果基于这样的严谨分析 两组被试者选择的答案应该相反才对 但事实是 不管问题是什么 人们总是更倾向于选择信息量更大 能够让理由更充分的选项 那么回到股市中 你就可以理解下面这种现象了 1996年 美国有很多非常相似的畅销书 比如其中一本叫《林家的百万富翁》 这本书宣称 美国的大部分百万富翁不是通过劳动致富 而是依靠投资发价 他们不会把钱花在买新车 新房或其他消费品上 而是把收入攒起来投到股市中 通过股票投资实现人生逆袭 这种套路是不是听起来有些熟悉 我们现在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故事 但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 故事里没有任何严肃的研究或论证 一般不会详细介绍主人公的生活背景 投资技巧 也不会说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 如何选择一只好股票之类的投资知识 它只是讲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故事 但这些故事往往细致而生动 很容易影响到读者 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把书里的财富故事当真 把书里的主人公当成自己向往和模仿的对象 进而也会把钱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 可以想见 如果这种信息铺天盖地 足以让人们形成投资好于消费的共识 而这种现象为延续非理性繁荣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简而言之 人们用数量锚衡量股市的合理水平 用道德锚衡量如何将财富分配给投资和其他用途 锚定效应深深影响着股市的起落 第二个心理因素是过度自信和直觉判断 就是说 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知道的要多 并且人们不会基于逻辑去思考问题 仅凭直觉 比如 1987年股市大跌后 作者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知道什么时候股市将发生反弹吗 结果显示 在大跌当天买入的投资者中 有将近一半的人都选择了市 即使是当天没有交易的投资者中 也有30%选择了市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认为自己知道合适反弹 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提到类似直觉的原因 这说明 虽然客观上股市是不可预测的 尤其是在突发大跌的混乱一天里 人们应当并不清楚接下来的走势 但许多投资者用直觉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并坚定地相信它 基于这种直觉判断 加过度自信的人类思维弱点 投资者很容易在类似的信息环境和市场环境中形成共识 第三个心理因素是从众行为 指的是人们在判断和决策时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在实验中 心理学家向受试者出示的两张卡片 第一张卡片上有一条线段 第二张卡片上有几条长短不一的线段 实验要求受试者回答第二张卡片上的哪条线段 与第一张卡片上的线段长度一致 通过仔细观察 这个问题原本不难回答 但如果研究者在受试者中 安排一些会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的托 就会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受试者 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 你看 连面对简单问题时 都避免不了从众效应的误导 更别说面对股市中更加复杂的信息时 一条实际没有重要影响的消息 也很可能通过从众心理 在投资者中引发共振 导致非理性繁荣的出现 比如某一技术或模式突然爆火 此时人们很容易不经研究 而盲目效仿他人 一窝蜂追捧热门概念股 将相关股票价格 轰抬到很高的位置 造成某一板块或个股的泡沫出现 最后人们终于发现 这一概念前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又纷纷退去 留下一地鸡毛 这种事件在股票市场上反复上演 你可能会追问 当观察单个人的行为时 跟随别人看上去是合理保险的做法 但这种个体选择 又是如何演化为不理性的 一窝蜂的从众行为呢 作者从信息瀑布理论的角度 进行了写实 关于信息瀑布理论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假设有两家相邻的饭店开业 对于第一个到达的顾客 他看了看两家空荡荡的饭店 然后基于自己得到的某些信息 做出选择 当第二个到达的顾客做选择时 他看到的就不再是两家空荡荡的饭店 而是一家有顾客 另一家空荡荡 根据生活经验就可以知道 第二位顾客大概率会追随 第一位顾客的选择 在后面到达的顾客同理 最终所有潜在顾客 可能都选择了同一家饭店 这是从众行为的一个例子 很显然 这种结果是不理性的 如果第一个人的眼光不好 人们就全部选择了更差的一家 信息瀑布描述的 就是前面这种现象 当人们只能看到前人的选择 而无法看到前人的心理 或者说前人得到的信息时 其选择会受到影响 从而放弃自己喜好 直接跟随前人的选择 而这种现象之所以被称为瀑布 就是因为瀑布下端 承载的冲击力更强 而在信息瀑布中 越到信息传播链的下端 信息的效果就越强 信息瀑布理论 能够很好地解释 股市中投资者的错误决策 在股市里的信息瀑布中 信息的传播是失真的 一直股票的价格上涨了 后来者可能会认为 前面买入的投资者一定获知的 能够促进股价上涨的信息 于是用别人的决策 代替自己的判断 直接跟随买入 进一步拉升股价 但实际上利好信息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可非理性繁荣的泡沫 已经被吹起来了 简单总结一下 非理性繁荣包括诱发因素 加放大机制两个阶段 一些诱因使得股价发生了最初上涨 然后放大效应推动了持续上涨 形成非理性繁荣 具体来看 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 有着重要影响 人们总是会对新时代思想反应过度 误认为当前就是不同于 以往任何时期的最好时代 同时人们还受到 越来越发达的媒体文化影响 注意力连锁效应更容易被触发 对已有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心理因素中 投资者具有锚定效应 过度自信 直觉判断和从众行为等心理现象 容易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以上这些因素 共同推动非理性繁荣的产生 好 了解了非理性繁荣的产生背后 我们来看看 如何有效应对非理性繁荣 作者认为 对于普通人而言 可以通过未雨绸缪和分散投资 来抵制非理性繁荣 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二者的本质都是对生活进行风险管理 未雨绸缪指的是 当你制定储蓄和退休计划时 应当充分考虑泡沫的存在 作者提出 回顾历史会发现 美国储蓄率在股市繁荣期会大幅下降 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 都会把更多钱投入股市 并在泡沫破灭时 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创 他建议投资者不要因为之前的成功投资精力自满 紧记繁荣时期和高回报不可能一直持续 在任何时期都应当为未来进行储蓄 风险管理的另一个重点是分散化 这个概念常被局限在股票投资中 也就是买相关度较低的股票 但作者认为 分散化思想应用的范围 应当是针对整个人生的 具体操作是分析自己生活中的最大风险来源 比如失业或者房价下跌 并通过持有与现有收入走势 负相关的资产进行风险对冲 从而实现生活的全面风险管理 同时应减少对单一投资品种 比如股票或房地产的依赖 但做到这一点 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制度 发行更加丰富的金融品种 以增加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选择等等 好 以上就是非理性繁荣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里 作者提供了有别于传统金融学 理性人假设的分析视角 对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非理性波动 建立了完善的研究框架 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行为角度 诊断了危机产生的结构 文化和心理根源 剖析了股票市场剧烈变动的深层原因 这本书不仅有很强的理论价值 囊括了作者在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同时也有突出的实践价值 我们可以试着将本书理论 应用到日常生活和投资中 比如对财经报道和畅销书的观点 持有更谨慎 更批判性的态度 更加独立地思考某个事件 某种思潮的本质和真正影响力 更加警惕人性的弱点 在做出投资决策时 多问自己一句 我是不是也被锚定效应 过度自信 直觉判断 从众行为这些思维弱点影响了 我用以决策的依据 是否经得起认真推敲 股神巴菲特说 别人贪婪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解读人性并克服人性的弱点 是股票市场参与者 避不开的考验 世上本无新鲜事 尽管世界在运转 科技在进步 环境在改变 但市场的涨跌起落背后 一直是复杂而永恒的人性博弈 如果可以洞悉一二 相信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平安顺遂地 度过市场的潮起潮落 好 非理性繁荣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